嗨,欢迎回来楚歌山里人,我是一涛 北半球已经入夏,南半球的冬天刚刚开始 上次我们一起看了北半球15大夏季冰川和全年雪场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南半球的10大雪场 它们分别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 视频中会有雪场的位置、地形、地图、海拔落差、雪道、开放时间等信息 有些雪场遥远陌生却很神奇,和北半球的雪场并不相同 更多滑雪视频可在楚歌山里人、单板双板教学、雪场攻略、滑雪百科等播放列表中查看 10.新西兰三锥山Travel Kong 三锥山南北约44度,皇后镇一北90公里 距离最近的镇子瓦拿卡约20公里 住在瓦拿卡镇需要驱车半个小时通过一条南开的山路 爬升近1000米垂直落差才能到达雪场 新西兰南岛的雪山,雪线通常在半山腰 雪场山底站通常坐落在雪线上下 从三锥山雪场可以俯瞰山下的瓦拿卡湖 新西兰南岛的山脉被称为Souzen Alps,南阿尔卑斯 比起阿尔卑斯山,它少了几分雄伟、变化和灵气 却多了几分宏大、沧桑和浩渺 像阿尔卑斯山和北挪威峡湾的中和 即使山顶白雪、雪线通常依然在半山腰 山下的蛮荒和山顶白雪仿佛构成一幅水模画 山锥山最高海拔1960米 最低海拔1260米 垂直落差700米 雪道22公里,共有三条缆车 两条座椅缆车和一条拖铅 所有缆车全开,运力是4520人每小时 在山锥山雪场滑雪可以看到千米之下的瓦拿卡湖 风景非常辽阔 最长的单条雪道共有4公里长 在南半球已经算是比较长的雪道了 也有一个不错的公园 雪季从6月底开始到10月初结束 地形多变 有一些天然的沟槽很多起伏 是不错的粉雪地形 是一个热门雪场 有的时候人会偏多 北半球来此滑雪的人非常多 也有不少人从国内过来滑雪 也有一些北半球的滑雪教练在这里办滑雪训练营 作为他们的夏季训练基地 所以三锥山在国内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南半球滑雪场 单天雪票130纽币 只有两条座椅缆车 价格算是比较高的 如果买多天 单天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一条6人座椅缆车 一条4人座椅缆车 运力不算大 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 9. 阿根廷 西洛克斯特 位于南美大陆的尽头最南端的火地岛上 乌斯怀雅是地球上最南的城市 也是通往南极的门户 离雪场不到30公里 雪场在南围54度 是世界最靠南的雪场 不过离极圈还有好一段距离 对应到北半球 相当于汉堡到哥本哈根之间的纬度 最高海拔1057米 最低海拔195米 垂直落差862米 共有雪道29公里 一共8条缆车 其中5条座椅 3条拖迁 所有缆车全开 运力是9960人每小时 这里有不错的滑雪公园和追逐道 一天的票价是2265阿根廷比索 每年雪季从6月中旬开始 到10月中旬结束 雪场所在位置和中国 大约是一个地球的对角线 可以说是从中国出发 地球上最远的雪场 是雪场中的天涯海角 8.智利 麒莲火山滑雪场 麒莲火山雪场在智利的中部 在麒莲火山边 地处南尾37度 麒莲市的东南方向 约80公里 开车需要接近两个小时 麒莲火山最高3212米 是一群非常活跃的火山群 智利有不少雪场都是在火火山之下滑雪 此处降雪量也相当大 麒莲火山雪场最高海拔2700米 最低海拔1600米 垂直落差达到了1100米 这在南半球算是非常大的垂直落差 共有雪道35公里 10条缆车 包括6条座椅缆车 4条拖迁 缆车全开 运力达到11,080人每小时 雪季从6月中旬开始 到10月中旬结束 雪票价格为48,000 智利比锁 7.新西兰Montote Montote在新西兰南岛中部 南尾43.5度 南阿尔卫斯山脉东侧 紧贴平原 雄伟陡峭的山峰 笔直矗立在万里平原之上 很是壮观 在基督城西面115公里 开车大约2个小时 最后上山的这一段路非常凶险 从山下海拔很低的平原一路爬坡 经过树林 雪线 进入高山区域 爬升近1500米垂直落差 最后一段往往是在雪上行驶 Montote最高海拔2086米 最低海拔1438米 垂直落差648米 共有雪道40公里 总共三条作为缆车 全部开放 运力达到5900人每小时 Montote通常是新西兰降雪量最大的雪场 这里也有不错的直升机滑雪 在山顶滑粉雪 俯瞰山下翠绿的平原 2000米的垂直落差 让人心旷深移 这里的Snow Park 也是新西兰最棒的花雪公园之一 六 新西兰 Wakpapa Wakpapa雪场 坐落在新西兰北岛中部 鲁阿佩图火山的北侧 鲁阿佩图火山最高海拔2797米 山顶上有冰川 是新西兰北岛唯一发现冰川的地方 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 是新西兰最大的火火山 离奥克兰大约350公里 鲁阿佩图火山周围有三个雪场 Wakpapa是最大的一个 同时它也是新西兰最大的雪场 最高海拔2300米 最低海拔1630米 垂直落差670米 共有雪道44公里 一共8条缆车 一条包厢 四条座椅 三条拖铅 所有缆车全开 总运力每小时13705人 雪票价格149牛币 每年从6月中旬开始营业 到10月底结束 5.澳大利亚Threadable Threadable在南尾36度半 是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大雪山的一个花雪场 科修斯科山的南侧 最高海拔2037米 最低海拔1365米 垂直落差672米 是澳大利亚最大落差的雪场 位于墨尔本和悉尼的中间位置 到两个城市都有大约500公里的距离 Threadable共有70公里雪道 一共12条缆车 一条包厢 6条座椅 5条拖铅 所有缆车全开 每小时运力18400人 雪季从6月初到10月中旬 Threadable是澳大利亚最大落差雪场 也拥有澳大利亚最长的雪道 4.澳大利亚Persher Persher雪场在Threadable雪场旁边 坐落在一片高原上 虽然每条缆车距离并不长 落差并不大 但是这里有非常多的缆车 也是在墨尔本和悉尼的中间位置 距两个城市大约500公里 Persher雪场最高海拔 海拔2034米 最低海拔1605米 垂直落差429米 总共有100公里雪道 其中蓝道简单道22公里 红道中级道60公里 黑道高级道18公里 是澳大利亚雪道最多最大的雪场 总共有41条缆车 其中包括一条火车 15条座椅 25条拖签 所有缆车全开 运力达到47583人每小时 这在南半球算是非常高的运力了 同时Persher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掘公园 有各种难度的跳台 有各种难度的跳台 道具还有幽槽 很多北半球的自由式运动员夏天在这里训练 Persher的野雪区域也相当不错 海拔相对较高 树不是很茂密 主要以矮小的树木为主 滑行选择路线非常丰富 这里有三个连成片的大雪场 是一个很大的滑雪区域 雪谷在这片区域的东部 这三个雪场 最高海拔 雪道长度和垂直落差差不多 雪谷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三个雪场都很值得一滑 位于圣地亚哥城以东60公里处的雪山上 雪场海拔很高 从圣地亚哥城需要爬升2500米垂直落差 方能到达 虽然这里雪场的纬度不高 但是绝对高度的海拔 让这里也有比较好的雪质 雪谷是这三个雪场里海拔最高的 最高海拔3670米 最低海拔2860米 垂直落差810米 共有40公里雪道 其中4公里简单道 14公里中级道 22公里高级道 共有14条缆车 其中包括一条包厢 5条座椅和8条拖签 所有缆车全开 运力最高达到15930人每小时 2.阿根廷 拉斯利纳斯 拉斯利纳斯坐落在阿根廷内陆 门多萨省的西侧 至里和阿根廷交界的雪山上 非常偏远 周围交通不便 人烟稀少 鲜有城市 大片的荒原 最近的城市 马拉圭 距这里80公里 有一个机场 最高海拔3430米 最低海拔2200米 1230米垂直落差 是南半球最大的垂直落差雪场 共有雪道52公里 其中5公里简单道 12公里中级道 35公里高级道 共13条缆车 包括7条座椅缆车 6条拖迁 所有缆车全开 总用力达到13340人民小时 雪票价格为3400 阿根廷比锁 雪季从6月底到9月底 这里的雪山落差大 走效非常壮观 被人誉为南半球遥远的秘密冯雪盛 1.阿根廷 主教堂山 主教堂山雪场 在阿根廷南部 内罗河省 圣卡罗斯德巴里洛切市市郊 阿根廷和智利交界处 南尾41度 从圣卡罗斯德巴里洛切市 到达雪场缆车站 大约20公里 主教堂山雪场 是南半球最大的雪场 雪道最多 落差也非常大 缆车数很多 最高海拔 2180米 最低海拔 1030米 垂直落差 1150米 共有雪道 120公里 其中简单到30公里 中级到60公里 高级到30公里 总共 缆车 36条 其中包括一条大包厢缆车 一条小包厢循环缆车 17条座椅和17条拖签 总运力达到35130人每小时 票价为2280 阿根廷比锁 雪季从6月底到10月初